哈喽,大家好,我是青青蜜思青 上一期呢,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购包的采雷过程 主要是分享了青蛇包包 然后呢,这一期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即将要断舍离的一些大牌包包 大家说,爱马仕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也不好呢? 这个包呢,总的来说,我还是挺喜欢的 因为它是薄金包嘛,爱马仕的薄金包总体来说还是很保值的 但是,它是35尺寸的 我当时为了买它就是为了做妈咪包 可是它是Epsom皮,它其实是挺重的 自从我后来买了LV的这个ONOGO 它比它大好多 我的那个妈咪包的任务就给了这个ONOGO 这个包其实是用的不多的 因为它能装东西的容量也不如那个包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包 包括它的颜色啊什么的 并不是特别实用吧 如果说再让我选择一下 我可能会选择30的 或者25的Burking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hold得住这样的糖果色的 年轻的时候不是很懂事买了很多糖果色的 然后后来就是大家就会说 哎,你的这不是很搭配衣服啊什么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吧 只要你喜欢什么颜色都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要考虑到 我就这么一个包 我需要百搭 我需要考虑可能以后不喜欢了 我再把它除掉啊或者什么的话 建议你们还是买就是三大金刚色 三大金刚色就是黑色啊金棕色啊 还有大像灰 那它们周边的就是类似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或者就是说现在非常火的那个奶昔白啊 这类的这些颜色会比较好 如果你的预算有些 当然你的预算就是很多 我觉得你什么颜色都可以入 那这个包包是我准备断舍离的第一个 然后同样的 当时买这个Burberry的包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长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从香港转机的时候 进了这个Burberry的店 当时呢 他们店员就给我推了说 这是他们的新款 它是全皮的 大家可以看 它的做工特别好 然后闻一下 还有一股皮的香味 真的是手感特别好 而且它还会送一根 就是它有长肩带 可以拎着 也可以结胯 它里面还会有一个这个皮带 是用来替换这个藏蓝色的 当时我还记得我问他们 我说咦 现在不是流行小包吗 他说哦没有没有 我们香港现在也开始流行大包了 然后我就相信了 所以我就到处找 包括去日本也好 在韩国的各个店里都找 终有一天 人家告诉我说 韩国的免税店有了这个包 我就心通通的就跑过去 然后去把这个包给买了 我记得当时的价格 基本上买下来的话 大概是人民币一万三 但是大家也一定要记住 真的包包里面最保值的 也就是香奶奶 LV和爱马仕 像这样子的包 后来我就看到 不是打什么五折 六折 七折 就是什么 而且奥莱也会有 他们的这些店嘛 真的是常年打折 你可能新款出来不到 这么几个月 半年 我就发现我这个包 可能七八千就能买到了 我当时真的是花了一万大几 快一万四了 然后买了这个包 然后也没怎么背 而且这个包真的比爱马仕的 那个国金包还要重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的 因为现在你要是再到二级市场 去把这个包包去卖掉的话 他们的回收价真的是二折 你会哭死的 还不如留着 所以这个包包就是虽然是要断舍离 但是我不会把它搬掉